每个人懂财报的话 至少可以避免个人的悲剧 因为你不会变成山道猴子 如果总统懂财报 那他就可以避免国家的悲剧 如果每一年把国家有限的预算乱花 甚至举债去乱花的话 到最后要不要还 要还 谁还呢 债留子孙 你就觉得无痛 没有痛感 大家好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我是童文勋 我们今天来谈一个事情 我觉得财务表表非常的重要 因为最近三道猴子 不是三 是山 山上的山 山道猴子 这个影片爆红 所以大家对于年轻人的财报的 理财的观念 理财的能力 就 就产生一点重视 所以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我们来谈谈财务报表的重要性 懂财报的重要性 这样子 那其实很多成年人可能有了窃身之痛 或者是说他就是从头到尾不懂财报 可是他只懂存钱 就是生活过得很简约 没有办法过得很自由 那有些人是从头到尾根本没有记账的习惯 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 那反正很会赚钱嘛 那一直到有一天呢 可能他不太会理财 可是也有挤出一点钱来 去买房子 那到最后就把房子拿去卖掉 搬到比较小的公寓 越搬越小 其实很多美国人就过这样的日子 所以一开始把房贷当作是一种强迫性的储蓄 那也是一种理财的方法 可是要不要过了这样的拮据 我觉得关键就是懂不懂财务报表 所以年轻人有智商 有情商之外 有财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财务报表 那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郭台铭已经在8月24号 在土城的庙口 其实他已经脱口而出了 我们来看这张截图 他脱口而出说 我来选总统 我无党无派 我出来选 大家来相挺好不好 所以他已经一再的表示 就是说他要选了 那只是差一个时机 什么时候宣布他要参选而已 那其实底下的一些动员也都是在做了 所以有些事情有时候是这样子 就是他在他的位置上面 他做的决断 那可能不是旁边或是给他建议的这些军师们 认为应该要这样做 他们可能军师想的是另外一回事 按部就班应该要怎么做 可是国外还没有那样想 所以他一直在期待 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他都不放弃 蓝白河 然后在野大联盟 其实他一直都没有放弃 可以看得出来 相对的双方一直在放话 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人在盘算 谋算的不是真的台湾的未来 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年轻人 他谋划自己的一党之私 那郭台铭不需要谋划自己的一党之私 因为他没有党 郭台铭没有必要谋划他自己个人的所得 因为他没有这个必要性 那我最近看到有人说 郭台铭出来选是为了郭台强 因为要去做绿能的生意 那我就只好一笑置之了 你要知道他们一年 整个鸿海的集团的收入是多少 他个人的所得是多少 绿能其实是这些大小政客们 口袋还没有填到足够宝啊 才会去打那个计划 这个不是企业主的计划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不值一搏啦 这是不值一搏 但是有很多的小到消息 必要的时候我觉得郭伴也可以处理一下 因为鸡语沉舟对不对滴水穿石 然后很多事情的污蔑啦 澄清啦 其实在第一时间把它处理好 这个是最好的 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财务报表 就让我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呢 其实是川普 我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谈过 我觉得川普应该是美国的历任总统里面 少数看得懂财务报表的人 因为美国历任总统里面其实很多是律师 其实也有企业家啦 如果说吉米卡特他以农业出身来说 他是一个大的农业家 那他们以农业出身可以在美国选总统还选上了 代表这个农业本身确实是立国之本啦 那所以美国兼得有点极端 有点像二玄社一样 日本有一个二玄社这个出版社 他出版两个东西 一个是跑车的相关的书籍杂志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书法 传统的书法 所有的拓碑啊 这种集字 把这些书法出版的非常的好 真的是二玄社 好极端 那这个美国也是极端 美国在科技界高科技界领先全球 可是在农业呢 他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 所以农业立国之本这件事情是不可以放弃的 那所以今天光电的问题就在 他把我们的国土破坏掉了 整个国土计划破坏掉了 而且是一个CP值很低的 那最重要的这种CP值很低的能源呢 竟然在今年的五月已经偷偷过关了 立法院三读通过 就是强制一定面积的这个大楼 你新建这些大楼一定面积的大楼 屋顶一定要做太阳能 我们已经被强制立法通过了 这个在扶植这些厂商嘛 所以这个是民进党完全执政之后 我认为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弊端要怎么样踩刹车 只有一个看得懂财报的人才有办法 好那川普是美国历任的总统里面 少数看得懂财务报表的人 因为他是经商起家 然后很多人批评他 因为有一些经商这个过程中 有时候他会亏损 他把亏损通通都拿来抵税 完全合法 因为他会雇用很多的律师会计师 来帮他处理这些事情 可是这个是一直是民主党攻击他的点 可是到今天为止 有没有案件判下来 没有 好那对于川普来说 川普昨天才刚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包括川普的当时在竞选的时候 因为怀疑选举不公 因为美国的选举一直以来都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重复投票 然后身份验证的问题 然后甚至有邮寄的投票 的这种通讯投票的有问题 或者是数位计算出了问题这样子 所以当时选完之后在争执这件事情的时候 在乔甲州就有人认为说川普当时跟这几个律师共谋 要怎么样 要破坏选举 这个有点像颠覆政权的罪 很有意思 然后前不久就上礼拜前几天 就是川普的律师也是前纽约市的市长 朱利安尼非常有名 朱利安尼就盗案然后交保 然后另外那时候他还有其他的律师也一样 总有三个律师盗案交保 那前天就是川普自己盗案 然后也交保 是用20万美金交保 那其实中文的翻译 这些媒体翻译有时候就翻错了 那大家看了就笑一笑 surrender这个字在法律上的意思 并不是说他去自首 不是自首而是盗案 他的法律上的翻成中文的名词 应该叫做盗案 因为什么叫自首呢 自首就是说在还没有征房的这些人 不管是检察官还是警察 负责征房这些人呢 发现了这个事情 然后追弃你或是通弃你 或是通知你盗案 都还没有这些事情之前 你主动盗案那个叫自首 那至于说已经有事情了 然后我传唤你来 你自己主动来报到 这个不叫自首 这个叫做投案 盗案 所以川普呢 这个前天又主动盗案之后 最后20万交保 那可是对于川普来说 这个是坏消息还是好消息 越是司法追弃 追在川普后面追得越紧 那共和党的选民川普的支持者呢 就越认为这是一场政治迫害 就越支持这个川普 所以川普的支持度非常的高 那我们可以预期就是2024 因为司法已经启动了 所以2024川普势必会花很多时间在干嘛呢 在开庭 这会不会影响他的选情 到目前为止很多媒体 以及政治评论员都认为说 这个可能反而有助于川普的选情 这个是因为川普 所以我联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川普因为他是一个 企业出身的一个总统 所以他已经在之前受到了完整的训练 这个完整的训练就是什么呢 他会看财务报表 会看财务报表 跟不会看财务报表的总统差别在哪里 不会看财务报表的总统 大概每一天就是看法案 听幕僚报告 然后这个法案要不要签 那个法案要不要过 他们评估的是什么 每一天看滚动式的民调 看支持度 可是川普多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会看哪一个东西的经济效益高 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可以让经济回温 他的考虑会是这些部分 这是其他的总统所缺乏的 所以在川普短短四年的任内 他可以让美国的经济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他敢于向中国发起关税相关的战争 反锦销嘛 所以把美国的失业率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 我认为这是一个会看财务报表 跟不会看财务报表的总统的最大的区别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谈的是什么呢 我就联想到说 今天已经宣布要参选的总共有四组人 一个是柯文哲 我认为他最后会退选 一个是国民党提名的侯友宜 不知道能不能熬过九月 会不会被换掉 然后再来是已经宣布要参选的郭泰铭 当然绿营就是民进党 急于生嘛 就一直以来从头到尾初选之后就是 事实上初选他一个人选而已 就是赖清德 这四个人 请问各位 如果我们今天总统是用考试的 当然考试啊 你要来应征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应征的时候 要经过那个应征的时候要考试 考什么 我们来考财务报表 那请问这四个人 哪一个人可以及格 哪一个人可以高分通过 或是哪几个人可能会考不及格呢 来我们下一段进来 良好的睡眠品质 是维持健康的不二法门 为此 Apollo Fiber Insight不断创新研发 Apollo Fiber Insight即梳棉 Plus 养生暖电 采用独家超纤维电热及温控技术 可安全地持续使用 并保持温度55度C 经过检验证时 只要在白天加热4小时 就能杀死床垫及棉被内 95%以上的尘埋 更能抑制9成以上过敏源 让过敏症状获得有效改善 消除尘蛮及过敏源 让您熟睡一夜好眠 身体得到最完美的休息 产品更精油 TTRI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认证 兼具远红外线养生功效 也是您预含保暖的必备生活用品 发热式防满根除 让您健康一把兆 您不用丢弃使用中的旧床垫 只要将发热暖垫固定在床垫 并铺放上寝具 就能轻松加热消灭尘蛮 获得全面性防护 现在想秋冬早鸟优惠 购买一件除了有折扣外 我们加码赠送出防水槽收纳价 购买两件更实惠 更赠送两层抽屉收纳价 优惠活动直到10月31 立即购买 迅速拥有 一年四季 舒适好年 X-Pad远红外养生暖垫 我们拥有世界各国的专利 使用纤维不发热 而不是用传统的电线 启动加热功能 您将感受到温暖的疗愈力量 不仅可以达到出色的保暖效果 更能提供舒缓的热敷功效 让疲惫和不适烟消云散 检验证实 加热4小时 可以去除95%的尘满 和1-9成以上的过敏源 最重要的是 我们坚持采用零电磁波技术 确保您和您的家人 在每一个温暖时刻 都远离电磁辐射的困扰 将健康放在首位 我们为您带来了特别优惠 现实折扣不容错过 不仅如此 购买一件加热垫 能获得一份赠品 水槽收纳价 更有惊喜 如果您选购两件加热垫 我们将送上双层抽屉收纳价 为您的居家增添更多便利 优惠时间直到10月31 不要犹豫 现在就选择我们的床铺加热垫 获得折扣 赠品 以及更多居家便利 所以我觉得懂财报这件事情呢 对于个人来说 可以避免成为山道猴子 山道猴子的故事 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了嘛 就讲一个年轻人啊 然后一时开心一时爽 然后就贷款 用车贷呢 去做了改装的机车 那改装的重机呢 去跑山 那个跑山道 自己还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可以 这个跑赢那些技术不好的重机 那事实上我说过了 有很多的重机的爱好者 我认识的真正认识的就有两名 一个是律师 一个是医师 然后死于重机的意外 那就是在跑山路的时候撞到坑 然后那个事实上 一撞上山壁或撞上树干 大概就是整个身体 就是很快的就是大量的出血 而且是内脏 就是内出血 然后其实很难救 因为你通常是在跑山道嘛 是在很山里面 然后救护车要到也很久 然后送到医院就更远 所以通常都会错过 真的黄金救援的那个时间 那可是重机的爱好者 会不会因为重机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停止骑重机呢 不会 那因为这些人骑重机 看起来很拉风 就会有很多年轻人跟风 就想要骑黄牌的 或骑红牌的车子 机车 那可是财力不够啊 怎么办 就是存一点点钱之后 希望还可以去改装 因为真正的重机一台 有时候百来万 那个装备很棒 那我在看到美国有时候 你会突然可能在喝咖啡 或是你开车的过程中 听到旁边 那个很低沉的 蹦蹦蹦蹦那个声音 就是一群哈雷的爱好者 然后穿着那种皮革 然后打那种金属的钉子 穿着很有意思 然后慢慢的骑过你旁边 我很少看到美国的重机在飙车 那他们的道路的安全性 以及道路的平整 这个设施的状态 其实跟台湾不太一样 台湾有很多山道 在地方政府的治理之下 状况其实不太好 常常有坑坑巴巴的 所以适不适合飙车 我真的打一个问号 再来那个是平常的马路 有很多用路者在使用那个马路 大部分的山道都在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山区里面农产品要运下来 好那现在的问题来了就是 为什么有那么多山区里面的农产品呢 台湾啊光是每一天要吃掉的高丽菜 就是用几十万吨来计算 我们水饺也是高丽菜 对不对 便当也是高丽菜 所以我们是高丽菜的重度的 这个食用的这个国家 那需要这么多的面积来种高丽菜 那平地呢 我们的农地有很多已经拿来怎么样 有的是修根啊 有的是拿来盖房子啊 有的拿来种垫啊 所以平地不种了 就往高山去种了 往山坡往高山去种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高山的高丽菜比较好吃啊 对不对 又脆又甜啊 那其实高丽菜因为它有一定的甜度 所以它农药下的很重 即使是种在山上一样 农药下的很重 好 所以 因为我们的山路啊 本来是在做什么 把这些农产品已经移到山上 这些农产品要运下来的 所以常常会有货车卡车 那因为货车卡车它速度会比较慢 那有人就怎么样 逆向超车 那通常有一些超跑 有一些重机 会出问题的时候 就是因为逆向超车 去撞上对面的车子 所以这一些不守交通规则的这些用路者 就被居民以及这一些其他的用路人 称为山道上的猴子 这是一群猴子 一群monkey在那边乱跑 好 山道猴子的一天 或是山道猴子的一生 那关键就是因为不懂财报 个人如果不懂财报 不懂分析自己的财务状态 乱花钱举债卡债 那往往入不敷出到最后 就是有人可能有机会踩刹车 到最后兄弟姐妹都不认你了 爸妈也把你赶出去 亲朋好友都不敢接你电话 那人生就过得很悲惨 一直被追债 一点信用都没有 你有还不出来吗你知道要躲 这样的悲惨的人生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身上发生过 那关键就是回来没有关系 痛定失痛 正常的人不会变成三道猴子 他大概都还会踩一下刹车 不正常的人呢 那就很难讲 关键就是要看懂财务报表 那你说要怎么看懂财务报表 我常跟学校的同学讲 如果你有幸能够进大学 你进了大学之后 除了你本科的科系之外 大学的好处在哪里 有的人说我是要选科系还是要选学校 当然优先是要照你的兴趣选科系 可是如果你有幸可以同时选科系 又选学校的话 科系院系越多的学校越好 为什么 你有机会认识不同的院系的同学 然后有几个科目你是一定要去选修的 有很多学校的大一的通识的课程 把法律与人生啊 法律的通识课程放进去 所以如果你们学校有法律的通识课程 不是必修课的话 是选修课 应该要去选修 一定要具备足够的法律常识 你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 另外一个就是财务报表 那财务报表要去选什么科系呢 当然是去旁听会计系的课 要懂财报 能够看着懂财务报表 至少能够自己做日记账 然后怎么样开始存钱 怎么样开始投资理财 年轻的时候可以做 这个投资风险比较高的投资 但是不能够沉迷其中 其实现在很多学校有这个股票设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学习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基本的东西 如果完全没有这样的阅读的经验的话 其实不妨从穷爸爸富爸爸开始看起 这本书只要看一本就好了 现在还有再版的书 应该很容易买到 然后不想花钱的话可以去借 组论馆应该有 然后再不然就去买二手书 应该也很容易买到 所以个人懂财报的话 至少可以避免个人的悲剧 因为你不会变成山道猴子 那如果总统懂财报呢 那他就可以避免国家的悲剧 如果每一年把国家有限的预算乱花 甚至举债去乱花的话 到最后要不要还啊 要还啊 谁还呢 债留子孙嘛 你就觉得无痛 没有痛感 所以政客 大小政客们在挖国家的资源 在让国家从正常的经营管理到不正常的状态 让大家都变成三道猴子 那关键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些人完全不管财务报表 我们的立法委员说实话 每年在省预算的时候 真的有去读那些预算书吗 那些预算书我们花了多少钱 去把它印成一本一本的 然后可能送到议委的办公室之后 根本连翻都没有翻开过 就堆在墙角 比较认真 比较有良心的立委 可能还跟助理好好的看其中几个项目 你说要全部看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整个国家的总预算这么的高 而我相信大部分的立委 是看不懂财务报表的 那他们怎么去跟着一些想尽办法 要从政府挖钱的这一些大小官员 去跟他们抗衡呢 当然没有嘛 所以所有的预算 省的人不好好省 然后民众也不监督 有多少人去 事后当他们通过预算之后 真的去上网去找 他们通过的预算来看 我看两千三百万人里面 可能连一百个人都没有 于是这个国家每一年都这个样子 中央的预算这个样子 地方的预算更是 互不开了 那所以必定要有人 真的懂财务报表可以指出问题之所在 不会乱花钱 要求CP值要很高 要求不要雇用荣源 用公司治理的方式来做 所以这个国家真的需要一个CEO 需要一个懂财务报表的人 那我们刚刚问过了 大家也可以来表达意见 你认为现在宣布要参选的四个人里面 哪一个人如果我们今天用 考财务报表的方式来考试 得最高分的人当总统 那应该是哪一个人当总统呢 我们下一段进来 健康大实测 您还在使用昂贵 笨重且高电磁波的太空舱吗 微波炉使用时 您敢站紧靠在前面吗 超高电磁波的传统电毯盖在身上 您睡得安心吗 秋天的凉意渐渐逼近 你是否担心睡眠品质下降 无法再冷冽的夜晚温暖入眠 不用担心 这款X-Pad远红外养生暖电 将成为您秋季的必备凉拌 让您拥有舒适而健康的夜晚 我们的产品与众不同 具有多项特点 银电磁波 给您安心的使用体验 远离电磁波的扰动 让您拥有真正放松的夜晚 节能省电 环保省电是我们的宗旨 我们采用高效节能技术 为您节省能源费用 安全防触电 均温不烫伤 我们的床铺加热电 经过严格测试 确保安全可靠 给您温暖的同时 也让您放心 好 我们回到现场 所以呢 我认为只要总统 是一个懂财报的总统 至少他在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国家的预算这件事情上面 他会做正确的判断 你说我们今天在蔡英文任内 他讲的这个前瞻计划 到底钱不前瞻 钱可不可以这样花 其实在懂财报的人 比如说我们应该 我们的财长 我们财政部长 应该要就所有的预算 是他要提出来 从财长的角度来看 这样一个计划合不合理 如果说我们今天讲绿能 我们要花这么多钱在绿能 我们要做离岸风电 他的基本的分析要理解 能不能拍板执行要理解啊 结果我们财长 并没有做这些事情 因为很多事情是从总统的高度 他就拍板说好 就这样执行 于是下面呢 就开始瓜分这些资源 才有我们讲的今天 所谓的绿能 绿能你不能 才有这些问题发生嘛 那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懂的财报 懂的科技 知道这个东西CP值不高 不可以做 我们根本不会踩这样的坑 踩这样的地雷 你做这些设施之后 你不但耗能不环保 你将来再把它拆除的时候 一样 还要再把它销毁一次 耗能不环保 然后钱就在建筑 以及拆除的过程中 创造了两次错误的GDP 然后这些利益都被少数人分到口袋里面去了 这个就是现在政府的现象 那如何避免这个现象 你说好啊 我们开始来揭蔽啊 然后检察官开始来追案啊 法官开始把这些人通通抓起来坐牢啊 有用吗 没有用 真正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要从总统的高度 要选出正确的人 这件事情才有办法解决 不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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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选一个 去维护派系利益的 维护政党利益的人 看不懂财务报表 整天跟你就是嘴巴讲 嘴巴跟你讲 人权 民主 自由 还有更好笑的 我这里面看到什么呢 看到有一些看板 其中有一个看板是 柯文哲的看板 我们请小编把柯文哲的看板弄进来 这张图我是从网路上找到的 我觉得非常有趣 有不同的地方有挂这个看板 我看到有高雄有挂这个看板 那这张我不知道是在哪里 看起来是什么 幸福路啊 恐怕也是在高雄吧 好 那理性科学务实 有常笑就是说 人怎么样 人喜欢去夸视 夸张自己所没有的东西 比如说有的人明明就是 应该往理性 或是说才能方向 是个才女 可是他偏偏要打扮成美女 那有些人是个美女 他偏偏要把自己弄成才女 就不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强项在哪里 那喜欢去夸视自己没有的东西 因为羡慕别人嘛 可能跟你的原生家庭也有关系 或是整个成长的过程 就是羡慕别人有的东西 那柯文哲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就是一个厌女 他对于女性歧视的这个程度啊 从他讲那些 所谓一介的那种笑话 嘲笑女人 讲什么精子的数量 跟卵子的数量 来决定一个人脑细胞的多寡 不知道他这个逻辑是从哪里来的 科学在哪里 所以他所谓的科学在哪里 他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人 再来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吗 绝对不是嘛 他是一个非常容易暴怒 然后张口急来 所谓台语说嘴很悄的 是这样的一个人嘛 那他务实吗 他务实吗 没有啊 他是一个务虚的人啊 所谓的务虚 除了钱这件事情上面 他很务实之外 其他的地方几乎都是务虚的 所以选上台北市长当时 就是利用所谓的五大弊案 讲得好大好夸张 结果后来呢 没有办法收官 所以他把他没有的东西全部写在上面 所以这件事情 哎呀这个 那还不如写上这个不要乱到垃圾 这个标语理性科学务实 还不如说不要乱到垃圾 我觉得还蛮好的 不要乱到垃圾 开开玩笑 柯粉可能又说我在黑他 好 所以懂财报 我认为他可以避免国家预算乱花 这几个人呢 四个人里面 我们可以一一来盘点 赖金德 所谓的医生出身 跟柯文哲的背景比较像 两个人其实也蛮类似的 但是柯文哲比较会乱讲话 或者我们现在会看到有一些标语叫做不要随地大小便 他的刚才那个标语如果写不要随地大小便也不错 但是因为他常常嘴巴乱讲嘛 不要随口乱讲 再来是赖金德 赖金德呢他比较谨慎他的语言 但是越是这样子你就会越觉得说他在政坛打混的时间越久 因为大小政客嘛 越熟练的政客他越熟悉 他在语言上面必须要谨慎 不要被人家抓住把柄 所以怕犯错 那怕犯错是没有办法建功的 所以这两个人我相信他们是看不懂财务报表 然后即使在地方政府都执政过 赖金德也当过行政院院长 但是他们在科技上面 往往因为没有公司自己的经验 没有国际观 他们两个应该是没有办法进行英文对话的 跟郭台宁完全不一样 那另外一个人是这个侯友宜 号称侯友宜 柯文哲 赖金德 他们好像都有博士学位 可是你们真的有感受到 他们的博士学位所散发出来的一个博士 在研究的精神 在讲真话 讲真心话 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在他们平常的言谈举止中吗 没有 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们三个人是博士毕业 因为博士应该是在学问 在研究的方法 在创建上面已经到达一定的水平 所以一里通百里通 他们通常会表现在日常生活 在讲话的时候的谨慎的程度 距离力争 一种学者的风范 这个应该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可是从他们三个人身上 我们都看不到 反而看到很多大小政客的弊端 毛病 可是我们回来看郭台铭 郭台铭他虽然学历最低 可是你看他讲到国际经济 你看他讲到国际局势 你看他对于和平跟避免战争 那如果遇到战争的时候要怎么做 他都有他的想法 这一些想法其实跟你在20岁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完成一个不得了的学历 拿到一个不得了的文凭 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不能从毕业那一天开始就拒绝学习 那你就白活了 你每一天过得都同样的生活 你没有学习 你没有进步 可是万一他必须要接受不断的挑战 因为国际贸易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光是进出口多少事情要申请 你光是财务 财务跟会计不一样 出纳跟财务不一样 对不对 财块要分家 政府会一直找你麻烦 然后你到国际去做贸易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有智慧财产权的纠纷啊 那怎么解决智慧财产权纠纷 你要申请专利 你要申请商标 到最后你要养一个庞大的律师团 有一些专利申请来 不是为了要攻击别人 而是为了要防御 所以各方面各领域 要学习的事情有多少 然后你的产品要跟其他的人有竞争力 所有的公司都在各个领域 在使出浑身解数 你能够拿到订单 你能够变成世界第一流的代工厂 然后首创这个关灯工厂 这件事情这么简单吗 不简单 当然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你必须要知人善任 所以从企业的训练成功 他用的是自己的资本 从自由市场去银行借款 都没有关系 他用的是自己的资本 他没有用国家的资源 那他历练完成了之后 到今天已经完全成功了 所以他可能练完了大功告成 他练完了这个宝典之后 他想要把他的功力用在国家 有没有机会 台湾真的 我们不需要这些大小政客 我们需要一个CEO 我们要的不过就是幸福快乐的日子 所以政府应该要联能 对不对 你去行政机关办事 他必须要有效率 对不对 不应该有荣源 再来升迁应该要正常 公务人员的升迁常常出问题 为什么 有关系就没关系 往政党靠荣 你可能比较容易升迁 那你为了那份退休金 你也不敢抗争 所以有时候政府机关有一些荣源 是到了天路人员的地步 可是你又换不了他 他就不做事 他就待在那里 那你帮他做 你永远做不完 所以怎么办呢 就要有一个好的主管 可是好的主管没有出现 因为大家都在看脸色做事 这个在私人系列早就可以解决 可是在公务机关 为什么变成让有能力的人没有办法上来 反淘汰 劣币驱逐良币 然后黑官一大堆 或者想尽办法去搞黑官 像高文昂民众党这个事情 去把你的党员同志 叫他们去回捐到党部 或者是你聘的人事实上直接是在党部 在跟着柯文哲的行程 事实上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去利用预算 然后去其他的机构去抓人过来 预算在你这个机构 可是人在我身边 当我的小编 当我的竞选团队 有没有 有啊 我觉得尤其是医院的系统 台北市有一个联合医院系统 到底这些人他的薪资是挂在哪里 薪资挂在联合医院 薪资挂在可能优优卡公司 然后呢 人在做什么事 所以只有这些大小政客 才会太胖太胖去挖钱 可是就跟郭台铭来说呢 他就是那个 一直有人太胖太胖 可是他必须要把一个公司治理好 他就要知道怎么防币 揭币不是重点啊 揭币讲了就好了 然后呢怎么防币 再来怎么样创造利润 这真的是 需要一个CEO才有完整的训练跟经验 他留很多的经验是我们连想都没想过的 因为没有经历过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用这样一个人呢 对他来说 总统的薪水根本一点都不算什么 他说他只要象征性的领一块钱 其他钱都要捐出来 这个我相信 他说零到六岁国家养 他说要发禁老基金 哪是排富的方法 我是建议他可以不用排富 让所有的人自由最宝贵 好决定这些老人家 自己决定自己要不要去领 你说我有老人票坐高铁坐火车 我有老人票我可以不买老人票啊 这就是自由的可贵啊 你有禁老基金军贴 他可以决定他要不要使用 不禁得要排富 好 那他的这些完整的经济论述 每一个都是具体可行的 包括带来台商到国外去 都是具体可行的 因此我认为 如果我们今天对这几个人 来考财报的话 谁会考第一名 绝对是郭台铭 下一段进来 SPA可以疏通筋骨 消水排肿 让自动伤害远离你 但是你知道 当我们赤裸的身体放松时 自动加热的放料床 是一张充满电子波的电子吗 SPA店为了防止顾客受凉 都会在放料床上铺一张暖电 是只用手指滑过中暖电 你会发现微微凸起的异物 那是密布的电线 利用电线过负载发烫 产生的物理现象 来发出热源 过负载发烫气息很危险 它是让电线一直处在烧起来的边缘 来达到发热的效果 这种电线呢 通常使用期间也不长 因为高温反复的加热 让电线的包覆材料容易催化 就会有漏电导致触电的危险 这种交流电的电台很常见 900到4000台币的价格 中国跟韩国货居多 但是呢这种产品的电磁波 比运转中的微波罗还高 对身体的危害很大 现在在我手上的这个呢 是电磁波的测试剂 我们把它打开来测一下 打开来的时候呢 发现它会有一个数字 那我们稍微转换一下单位 把它转换成豪高斯 会出现0.3到0.2再跑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数值呢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中有WiFi 想必有电线 还有其他环境中的电器 包括手机发出来的讯号 这些都会发出电磁波 再来呢我们测测看手机的电磁波 拿出我的手机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发现说它的数值 还差不多来到0.3 0.4的豪高斯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运转中的微波罗的数值是多少 好把微波罗打开 按一下微波 好 我发觉说呢 大概9 10 11 12 数值差不多落在11 12的范围 好 那我们来测一下一般的电毯 我们先把它电线接上 那一般的电毯呢 它是没有变压器的 就是这样一条电线 它就是交流电 好我们把它插上之后 把开关打开 好 我们来测一下它的电磁波 好 好 可以发觉 有到三十几 五十几 六十几 好这边来到 刚刚甚至跳到八十几 二十几 三十几 其实数字非常的高 就跟一台运转中的微波罗一样 非常的惊人喔 除此之外呢 传统电毯还有烫伤的风险 所以它使用的警语是 只能当盖背 不能当热电 因为传统电毯在运作的时候 电线的温度其实是很高的 要是身体再压到电线的状况之下 等于直接接触电线的高温 很容易被烫伤 所以一般人使用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因此呢 严重烫伤的报导实有所闻 如果你家中还有这种传统电毯的话 建议你不要再用了 你就赶快把它丢掉吧 所以我觉得很简单一件事情 台湾不需要政客 台湾需要公司自理 所以台湾需要一个CEO CEO非常重要 我们不要把它当做好像总统大会非常伟大 总统好这样子 我们把它当做CEO 我们请来管理这家公司的CEO 我们是这个国家的股东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股权 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富有 能够获利 然后回馈到每一个股东身上 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缴税 为什么国家没有分配给我们东西 这不对呀 是吧 所以我们应该要从国家可以获得 照顾利益 国家应该要让我们觉得幸福 觉得幸福 而且真的感受幸福 真的幸福 而不是整天意识形态之争 然后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你说零到六岁国家养 这吹牛啦 你做不到 你怎么知道郭台铭做不到 你说买房子实现居住任意 或者是社会住宅 那你会说建商利益怎么样 都讲一堆 那你做不到 你怎么知道郭台铭做不到 我那天跟中部的一位企业主 在谈郭台铭政策的时候 政策的时候 我很讶异 他连看都没看过 连听都没听过 我说你都不关心这些具体的政策 可是你却可以说 大家都没有政策 大家都没有政见 是这样吗 不是啊 有人拿出政见你不去看 然后你就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说大家都没政见 不是啊 去看看他的政见 我说他的三弯政策 政见很棒啊 对你们这些中小企业来说 影响非常的大 你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 就应该好好把他三弯政策看一遍 然后督促他监督他 真的把他实现啊 真的带着台商到全世界去打拼 现在有很多台商的二代啊 本来就已经留学在外 然后对于回来 要不要接家里的事业 犹豫 然后又不想要待在台湾 他想要到世界各地去发展 跟着郭董去三弯打拼 不是很好吗 三弯是哪三弯再讲一遍 就美国的东岸 纽约的这样的一个脉络 一直到我们讲钢铁啊 重镇啊 对不对 底特律啦 芝加哥啦 然后农业的大户啊 中部的这些城镇啊 然后另外一弯呢 从旧金山啊一直到洛杉矶啊 圣地牙哥啊 然后再来在亚洲 日本台湾 这样的一个脉络 全部连成一个新的自由世界的生产制造基地 因为他了解美国人 郭台铭了解美国人 美国人喜欢赚钱 但是呢 他们对于管理跟制造呢 就是很讨厌这些细节 就最适合台湾人 学历高 有读书 不怕苦 愿意熬夜加班 这是我们的性格 可以补不足 那就地去生产制造的好处是什么 减能减碳啊 你减少碳足迹嘛 所以这是新一代的生产制造的方式 我们也不怕要到全世界去打拼 我们也不用怕引进全世界的劳动力到台湾来 来支撑起我们的底层的劳动力 让我们的年轻人有往中阶高阶走的机会 你如果没有底层劳动力 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往中阶跟高阶走 就这样子 你没有办法撑起台湾的制造业 产业 服务业 而且劳动力不足啊 所以我们就继续低薪 然后你只要一条薪 调基本工资 物价就跟着上涨 永远一个恶性循环 为什么不能像新加坡一样呢 那大学生起薪是台湾年轻人的三倍 他们大学生真的比台湾有棒到这样子吗 棒三倍吗 他们的基因比较好吗 那如果不是他们基因比较好 就是谁的基因比较差呢 台湾的大小政客基因比较差 所以台湾真的需要一个公司自理的方式 扁平化 不需要这么多的大小黑官 省下来的钱可以做多少事啊 所以我们讲 不管政策面 不管经验 目前要参选2024台湾总统的人呢 没有一个人比得上郭台铭 官民当然有他的缺点 我相信真的大选开始起跑之后 不管蓝绿 大概都会不遗余力的攻击郭台铭 攻击他的绯闻 把他抹红 把他抹黑把他抹黄 反正可以抹各种方式把他抹 这是奥本海默的问题 把他奥本海没有化 污名化他 好像非得啊 这个人逼到变成中国人为止 变成中共国的中国人为止 不管他的认同 所以 这不应该 我们好不容易有这样自己的子弟 认同台湾在台湾纳税 把总公司母公司摆在台湾 你非得把他说成是别人吗 非得把他弄到最后的结果是别人吗 奉送给别人何必呢 如果他真的有移动的这种企图 你都还得死活把他拉住啊 用各种情感把他拉住啊 你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的啊 对不对 你怎么会一味的把他往外推呢 对不起各位 我们真的互相没有仇恨 我们都希望彼此可以幸福的过日子 应该是以这个精神来祈祷 2024的台湾总统啊 我们可以选出一个最杰出最优秀的CEO 让大家都可以幸福过日 好 我们下一集见 要幸福哦 这位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住在小套房里 根本没有多余的金钱和空间使用轰衣机 常为了衣服晒不干和美味而苦恼 幸好这位年轻人认识了创新科技的我 我耐潮湿 不会漏电 没有电磁波 安全可靠 别担心我面积不大 简单折一下 再盖上一条干毛巾 让热能蓄积 就能干得更快更有效率 就算是第二天即用的衣物 也能让你从里到外 干爽洁净 安心出门 而且我勤俭持家 一天不到五块钱 就能解决这位年轻人的困扰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好 好 好 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